大家好,这里是会学韩语,我是依依老师,想学习更多的韩语知识,欢迎加下屏幕上的老师,我在这里等你哦,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韩语是 表示最近过得好吗?最近过得怎么样?那这个呢,也是一句问候用语啊,那我们两位老朋友啊,相见,之后呢,我们会进行一个寒暄,对不对? 首先呢,是一句,好久不见啊,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?最近过得好吗?好,那这是我们的第二句问候用语啊,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当中,表示最近的意思,那接下来呢,这一个词,它呢,是一个副词啊,表示好好的,好的,好,然后接下来一个,表示过日子,生活 最近好好的过,最近好好的过,最近好好的过,后面再加上了一个,表示尊敬的,先语莫语尾,西 然后呢,再加上一个过去时至词尾,就表示这个时间呢,已经过去了,你在跟我说话之前呢,也就是这一段时间呢,你过得怎么样? 你过得怎么样?你过得怎么样?加上了一个西,表示尊敬哦,就表示对对方的一个尊敬,最近过得好吗? 最近才浅瘾了哟,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,就到这里啦,如果喜欢我们课程的话,欢迎点击收藏,关注,投币,想要一起上更加深入的韩语课程的话呢,欢迎加屏幕上的联系方式哟, 再见 再见 再见